朋友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的文明 是選擇了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呢 經濟來說是非常好的 因為他的食物採集量呢 是每個村民呢 都可以放到13個資源 不管是採肉啊 黃金啊 木頭 石頭 最大的採集上限量 都會變成初期就是13喔 後期再加上手推車跟輪走技術 這個資源採集效率是非常好的 那阿茲特克人的單位來說呢 是比較適合打步兵戰的 雖然他的弓箭有強弩 但是並沒有拇指環 所以後期呢 如果真的需要對抗對方的弓兵的話 可以使用這個戰毛兵 還有這個銀罐 紫毛器可以做使用 那步兵部分的話 還可以使用金罐 龍罐 戰爭 增加自己的步兵傷害力 作為主力 那阿茲特克人的工程器 也是相當強悍的 那比較特別的東西呢 是他的僧侶 僧侶的話是每點一個科技呢 都可以增加5點血量 所以阿茲特克人的僧侶 後期可以高達95滴血喔 這個是需要注意一點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的一個文明特色呢 是有這個銀磊可以使用 那銀磊這個建築單位呢 是一個半價城堡 攻擊力跟城堡差不多 但是血量呢是城堡的一半 造價也是城堡的一半 對於空圖或是推進來說 都是相當方便的 那銀磊這個單位 不是單位 建築物呢 也是喔 可以產出保加利亞奇兵的喔 所以讓保加利亞人喔 打這個寶兵來說 壓力會比其他的文明喔 再少一點點喔 那保加利亞人的文明呢 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喔 但是他有這個冰工廠 還有工程器製造所的 食物減半的費用喔 所以他點一級射一級防的時候 只需要一百肉而已喔 非常的便宜喔 那別的文明是要兩百肉 五十黃金 那他只需要一百肉跟五十黃金喔 這個差別就差蠻大的 所以阿茲特人喔 盡可能要在前期喔 跟對方打強軍事喔 讓對方沒辦法 讓對方自己喔 做出這個經濟差距喔 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會推薦玩保加利亞人的玩家們喔 前期不要圍太多喔 就小圍就好了 那盡可能把資源喔 放在這個軍事上喔 除這個刺猴 毛兵 弓兵喔 都可以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保加利亞人弓兵是比較爛的喔 這個真的要小心一點喔 因為有些玩家 可能保加利亞人 打強軍事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弓兵一直出一直出 然後後期他就會發現悲劇了 因為保加利亞人 是沒辦法升成奴兵的 他跟西班牙一樣喔 都是不能升級奴兵的 所以 封建時代喔 弓兵不要按太多 盡可能去按毛兵就好了 毛兵配騎士喔 配這個刺猴槍兵 算是阻力 但是也可以少打一點喔 就是弓兵按個六隻左右 就好了 不要按太多 但這個有點太複雜了 那我的頻道我會盡量以簡單的方式喔 去 去說這個遊戲的玩法 會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我發現每次講太複雜 我發現我講的很辛苦喔 但是大部分人聽不懂 呵呵 我覺得還是輕鬆講就好了 簡單一點簡單一點 好 那保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這個馬凳科技喔 可以增加騎兵的33%攻擊速度喔 那這個能力呢 連騎兵都可以吃到 刺猴落馬 好 重裝騎士 保加利亞騎兵都可以用得到 那再來就是他的金冠呢 是這個血液步兵喔 步兵的話可以增加 進防5點的防禦力喔 非常坦 那遇到這個 波蘭的戰錘兵的話會比較痛苦一點 有破防效果 還有這個 打路P2人的烏茲鋼的話 可能會沒有用 但是遇到阿茲特克人來說的話 只要對方不打暴勇士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但是我 但是這兩場 這一場對決喔 看起來是阿茲一定是會出暴勇士的 如果真的打血液步兵的話 好 那 稍微介紹兩位選手 那 紅色呢 這位傻瓜的人喔 應該是俗稱的龍老師喔 嗶嗶 他是中國 我認為喔 個人認為 第二強的高手 那 YOW呢 是中國第一強的 玩家喔 那 這一場 也算是說 中國最強之爭喔 那我也是 其實我也是蠻喜歡中國玩家的 就是他們的頂尖選手 就是 Viper Hera 然後MBL 接下來我最喜歡的就是YOW YOW 然後大概就是VBL 那接下來排名就是 比較 我比較不熟的 或是沒什麼比較 情感的 但遊戲風格來說 我蠻喜歡他們兩位的遊戲風格 就是因為他們不會去一直打出 對自己 巨大有優勢的 還是會去做出一些 嘗試跟改變的齁 就是不會一直 無腦的一直打 就是很單調的作戰方式 不是說他們不會打最強的玩法 而是他們的打法是 比較多變一點的 就像有點類似白粉 那些頂尖高手 都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看到這邊喔 保佳利亞人打了一隻棒棒 唉 直接封建時代變成武功 戳爆了YOW的阿茲 比方阿茲特克的老儀只有四功 那保佳利亞人喔 這個步兵也是免費升級喔 所以黑暗時代一升級到封建時代之後呢 雙甲步兵也會出來 那你看他這個打法就是很特別喔 你看這個中國玩家 他們的打法也是蠻多變的 你看 平常我們看到棒棒喔 都是兩棒棒三棒棒 居然還有出一隻棒棒前壓的 這個 我覺得很有料 可能一般人覺得這個沒什麼 但我覺得這個是挺有想法的 因為通常一隻裝甲步兵喔 很難做到任何事情喔 甚至對方步兵也不太怕你 他只要拉兩隻聰明跟你互打 基本上也打得贏 沒什麼太大問題 有可能一隻會殘血 就死了 好 那我看一下喔 這邊VV 是選擇了要小微 OK 那這個小微也沒什麼問題 很專業很專業 小微然後用了小弓 果然出毛兵 出毛兵的原因是因為他這邊看到射電場 有看到在挖房金喔 所以這邊判斷直接下毛兵 是很OK的 那這邊冰工廠可能要早點下 待會有150木要先下一下 雖然肉量來說 感覺蠻吃緊的 但我覺得這時候下個 冰工廠還算是 不會太過分的一個 決定吧 那這邊沒有黃金先挖一下 那這邊是打算要先把黃金給穩定做 不然剛剛出了一隻裝甲步兵喔 也沒有辦法去做到任何事情 因為20黃金消耗掉了 他的棒棒 他裝甲步兵死在哪裡啊 怎麼不見了 這隻獅頭殘血還在探圖 沒有看到 不知道他的裝甲步兵死在哪 有這50黃金了 這邊可以按小弓 但是阿茲這時候已經點下了一級射了 好這邊抓到 頭毛 先打工兵 槍兵不重要 對對對 NICE 沒有一級射 還射爆了一隻工兵 這個很賺 看左邊這邊 這邊有兩隻工兵走過來 還有一隻老鷹 應該是要先來打木槍吧 不管是先射一下這邊挖果子的村民 然後老鷹去打木槍 分工合作一下 好 這右邊槍兵跟老鷹都殘血了 OK 兵工場也補下了 好這邊大爆灑農田 肉量開始穩定起來 而且有打一級農一級木喔 OK 當然經濟會非常好 好這邊先點一下一級射 OK一級射先補下來 OK 右這時候趁機偷了一個 一級伐木喔 這蠻特別的 居然是先點一級農再點一級木 這個算是 我也很喜歡右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蠻會主動這種細節的 那為什麼要先點一級農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想要先撒農田 但是如果你先撒農田的話 肉一定會很不夠 木頭跟肉都會很不夠的原因 這個伐木呢 沒有先一級射下的話 也是比較好 因為畢竟所有的農田 都可以吃到這個一級農的加成 那對於黑暗來說 他覺得說 不點一級農的話 他可以多出兵 但是對於阿茲特克人 肉可能 沒有這麼重要吧 因為阿茲特克人的吃肉單位 只有這個毛兵跟老鷹喔 不像赤猴吃這麼多肉 好這邊前期 攻兵被射掉 OK 哇這裡有很多老鷹 要不要下個馬就呢 還是直接存工兵呢 但是老鷹現在是無雙狀態 想打誰就打誰啊 好毛兵就去點對方的奴兵 工兵阿 不是奴兵 不下馬就嗎 哇 李比這邊不下馬就 會被牙子打喔 哇 直接點射掉一隻 哇 哇他真的要抽上去囉 哇他這個 要毛兵出到底了 那如果他要這樣打的話 不出刺猴 那他就要圍死了 這邊可能要再圍死一點 這裡都很多洞 不能讓老鷹飛進來 老鷹飛進來會很難受 但還好看起來老鷹數量 沒那麼多了 而且都殘血了 好那看起來 只要右這邊不繼續爆老鷹的話 看來為死也沒那麼必要了 好 工兵過來繼續射 老鷹繼續追著 好那應該封建時代就這樣子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這邊回去射爆對方的工兵 OK毛兵你阿 這時候阿茲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那還好他這裡沒有按下這個馬就 哇果然菜的人是我 哈哈哈哈 OK這兩隻工兵加上老鷹喔 解掉了BB這邊的 錢壓 欸 怎麼還有一隻士猴 有血量是不是 OK 補下了一個馬就 這一隻馬就就去遛狗 好 這邊居然點下了攻擊喔 這個技術是要來點步兵嗎 因為這個能力點完之後呢 步兵單位會比較便宜一點點 欸唷 開始按這個裝甲步兵喔 是那城堡時代會變成常見兵喔 寶加利亞人有免費升級步兵的能力喔 打老鷹來說確實是好用 好阿茲這時候補下二級龍二級母 看起來是有想要來開增城鎮中心的打算 那如果是這樣打的話 有可能會轉弓兵嗎 我想一下喔 先轉生鋁OK 生鋁戰OK 那阿茲的生鋁呢 還有個特別地方喔 就是他減生物喔 每一個生物都會增加33%的黃金量 那減到三個生物的話 就等於是四個生物的黃金產量 這個是非常值得去打阿茲特人注意的事情 黃金產量真的蠻誇張的 到了後期喔 這個可能三個黃金 三個生物等於可以三四千的黃金喔 黃金產量非常的可怕 好這邊是點下了步兵的跑速 護衛技術點下了 看起來是有想要打步兵嗎 但是這邊打步兵 現在限階段對阿茲來說優勢並不太大 因為他這邊不太可能會去轉常見兵出來 升級方面就比寶加利亞人還要多這些經濟資源 而且步兵戰來說老鷹也打不太贏常見兵 生完這個步兵不確定要打的是什麼 他可能看到對手 想要先用個老鷹壓制嗎 或是單純想要提升一下老鷹的跑速 避免一直被對方騎士壓著阿 看到這兩隻刺頭丟到裡面 看一下裡面精進狀況 但是右這邊是已經往右邊圍死了 這邊我算是偉大的 但是他這個圍大有個好處喔 沒有那麼傷經濟 好 左邊再圍過來 這邊還有一個洞 好 這邊又有兵過來了 常見兵 這邊是生旅戰 已經點下了神聖思想 OK 開招 但是兩隻輕騎兵已經升級好 兩刀就可以砍死一隻 哇 這邊直接關門 刺頭可能沒救 哇 被找到了一隻常見兵 這隻刺頭再找機會回頭 去砍那隻生旅 OK 開下了城鎮中心 但是這時候寶加利亞人已經3TC開農啦 三座城鎮中心 無情開農 但是缺點是喔 他這樣3TC開農 是沒有二級農二級目的 但我是比較推薦喔 大家是選擇這種方法 先不要先升二級農喔 但二級目可以先下 然後趕快開出3TC 但會比較好一點喔 這個村民產量先產出來比較重要 你看這邊 村民已經領先了11村了 所以先點二級農二級目 是有他的缺點在的 但是好處是他後續的這個經濟 是比較容易追到寶加利亞人 但以村民採集數量來說 還是會輸給這個二級農二級目的這個經濟的 除非你二級農二級目 然後馬上開下3TC喔 那經濟損傷就沒這麼嚴重 不然一般情況下來說 我還是比較推薦像 寶加利亞人這樣子喔 三層的農心 先開農 村民採集數量先拉起來 再去點二級農二級目 會比較好一些喔 好 阿茲這邊用強大的升率喔 直接做前壓 那寶加利亞人這邊可能要多按一點 自己的刺吼 那對方的常常這邊要怎麼解喔 這個是個問題喔 因為沒有奴兵可以用 不然就是直接搭配長劍兵吧 長劍兵配清奇兵這個組合 現階段來說的確是可以使用的 好 長劍兵被招了兩隻 長劍兵直接回家 來看一下這一波的對打 第一次先抓掉了一隻聖旅 還有兩隻聖旅在後方 好 清奇兵後面又砍到了一隻 但是剩下的單位有點打不太贏的感覺 一隻長劍兵把三隻長劍兵給拉走 這一隻聖旅成功活了下來 60滴血的聖旅非常難纏 OK 聖旅趕快下去 去抓去抓 找到了找到了 OK 一刀兩刀搞定 舒服舒服 好 長劍兵再繼續走過來 直接低調 不想讓對方招走 OK 保佳麗亞人這邊有點尷尬了 現在要趕快出鷹壘 防守正面了 那現在保佳麗亞人的優勢 就可以慢慢展現出來 他有挖石頭 待會這邊鷹壘再查這個位置 盡可能去查自己該防守的地區 好 像這個位置 或是這個位置都可以 只要讓對方的進攻陸續 不是成線性進攻的話 他只要一繞路 通常可以拖到對方的進攻速度 然後讓自己慢慢濃起來 這個算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抉擇 右邊這邊又開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那待會鷹壘可能就要查這個位置 甚至這個位置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邊查這個位置還有個好處 可以守到金礦 但右邊的話會比較空虛一點 可能就要變成鷹壘要查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要維持 讓對方只有從這個地方可以進來 這邊看到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一隻青旗兵沒有空好 應該是不會被找走 因為刺頭本身有抗招響的能力 五隻長劍兵 配上一級防 OK 這一級防可以接手 好 青旗兵直接過一個包抄 但是這邊長劍兵可能要直接被招了 哇 這個勝率真的很坦 兩隻殘血青旗兵 跟長劍兵會打 但是長劍兵數量不夠多 後面勝率一直補血 哇 民土追魂 多扛了一刀傷害 一隻長劍兵在後面直接追著過來 這裡又一隻 哇靠直接殘了 哇 直接戳死 欸 砍下去沒傷害 哇 傷害出來之前就拉走了 OK 這邊青旗兵後面就輸出 再一刀有機會嗎 哇 沒有追到 再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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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NICE 最後一隻收掉了 哇 這個前期的城堡時代 青旗兵配長劍兵的打法 好有料啊 哇 村民插軍已經打出來了耶 61村打99村 哇 厲害了BB 榮老師就是榮老師啊 好 那這邊村民插軍已經變成了 大約插軍快40村了喔 這個很明顯喔 雙TC跟4TC的濃度喔 真是不同 但是又這邊有時代有史喔 這是帝王時代對上 好在列亞人的城堡時代 好 時間插軍大概兩分鐘 那就要來看一下這邊能不能喔 趕快拖延時間喔 用這個銀類喔 去拖 拖到帝王時代 喔 城堡蓋在非常後面的位置喔 OK 那這個位置確實很適合 好 那這邊可以 待會再補個銀類喔 或這裡 都可以 但現在補的話會被巨頭擺給喔 所以把這個城堡 拉到後面一點比較好 那這座銀類被插掉之後呢 再來的位置喔 後側的位置就是這裡 把這個D掉 或是直接蓋這個位置都可以 然後這邊再補一個也可以 待會就是他的銀類防守勢了 一動城堡就可以了 好 這邊還補下更多的森鯉科技 點一下的印刷技術 跟騎士思想 招想的森鯉一團 只要一個人休息 然後還有這個射程的增加 生鯉的招想的射程 變成9加3 12射程 好 這邊收掉了生鯉 開招一波 好 低調來不及 還是被招走了兩隻 OK 開始升到了 城堡時代 喔 帝王時代的保加利亞人 點下了二級龍 二級木 還有這個二級的步兵的防禦力喔 如果要打步兵戰來說的話 阿茲是不會弱的喔 但是現在保加利亞人有經濟優勢 如果用大量的軍隊壓過去的話 是有機會打得贏阿茲特克的步兵的喔 但是現在升旅有點多 壓力氣是有點大 OK 哇 補下更多了 神權政治 加快 還有這個 這個忘記了 最俗思想 招想對方的生鯉科技 還有這個 增加自己的招想後的回復速度 哇 這個生鯉戰打得很多喔 血量來到80滴血了 好狠好狠 好 點下就俗思想 開始招想 保加利亞人的建築物 好 這邊輕騎兵 再上來 潛壓 打個一波 砍掉 Nice 那這邊 神鯉招想有個小細節喔 先看一下這邊 防禦兵 OK 收掉一隻神鯉 那招想建築物的時候呢 你招到一半喔 突然招對方的單位喔 也可以瞬間招想 所以這邊 右的選擇喔 是可以一直招對方建築物 然後建築物單位一出來 直接招走 好 現在是130村對82村 村民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科技上也是理性阿茲特克人 雖然經濟優勢 但是軍事來說有點落後了 破了太多的科技 好 長建兵 送了建兵出來 砍個一刀 就要被滴掉 然後對方生鯉又可以繼續補血 OK 再拿掉一隻生鯉 哇 這兩個馬就可能要沒了 哇這要被找走了 要滴掉了嗎 OK 產出來之後滴掉 這樣就不會被招走 阿茲特克人就不會有這個奇怪的 特索拉奇兵可以使用 後面有一些長槍兵已經戳進去了 爆砍了寶加利亞人的後方經濟 好 來看他正面 正面有更多的雙手劍兵產的出來 想要正面突圍 假如右手勢不夠快 這些雙手劍兵就有機會成功 打贏這一步的交戰 右邊城堡可能已經快要守不太住了 好 雙手劍兵趕快先過來砍一下 巨型偷使機 OK 一台拿下 第二台有機會嗎 但城堡已經扛不住 好 垮了 好 這裡再補個傷害 OK 三巨頭擋住 這一波 寶加利亞人用自己強大的經濟 開始反退了回去 不出肉麻了 直接出雙手劍兵大量的 除非你可以一次招20隻的單位 不然又有這邊是很難擋得住這一波的 左邊又有村民偷偷繞了過來 想要蓋軍營 好 但是看到這麼多雙手劍兵 又這邊轉出了 暴勇士 家裡經濟變成94村 經濟開始慢慢好了起來 但是經濟還是有點暴 木頭還是有點多 城市中心可以多開幾個 開始農起來 或是撒更多農田都可以 好 現在又想要加強自己的防禦 開始有點被壓制了回來 好 補下一個小鷹類 鎖住這塊區域 這座城堡可能會有點難拆了 可能還是要出巨型同士之一來擋一下 好 下方看到這裡暴勇士開始對打 但是劍兵勇士 不是劍兵勇士 寶加利亞沒有劍兵勇士 雙手劍兵高打低 還打不太贏暴勇士啊 哇靠 暴勇士太狠了 那為什麼暴勇士會這麼強 主要是因為他對步兵有額外增傷 這個增傷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本身又有這個龍貫戰爭 基本上又很高 而且他遠防也是不錯的 那血量65滴血還算不錯 那跟波蘭的錘子兵來說的話 暴勇士還是比較強一點的 還是沒有破防效果啦 遇到高防單位來說 波蘭的錘兵還是比較好用一點 那暴勇士對於 對於這種步兵打法 是更有壓制力一點點的 好 這邊阿茲直接開招 龍貫戰爭補下 動手劍兵開敲 OK 直接敲爛 但是這個均勻可能要被找走囉 裡面的村民可能也蓋不太起來 這座銀壘 又要這邊第一時間反應 蓋起一棟城堡在左邊的位置 可以守石頭之外 也可以拆除對方的銀壘 這個決定相當好 但中間這座城堡可能會守不住囉 有點巨井頭司機四面八方 開始包圍起來 然後我覺得 保佳利亞人這邊再繼續打雙手劍兵 會有點危險喔 好 砍掉一隻生魚 還不錯 最後一發 城堡殞落 阿茲特克二人 好強 保佳利亞人這邊 要打暴龍士的話 最有的方法 就是直接打這個保佳利亞 騎兵喔 或是直接打馬弓喔 但現在要轉馬弓 要投資的科技有點多喔 好 這邊直接高達地暴龍士暴打一波 有機會能拿得下這場戰役嗎 哇靠 暴龍士直接高達地 屌虐了 保佳利亞的雙手劍兵 哇 太屌了太屌了 這一波打起來非常亮眼 好 看到三巨頭 後撤一下 有點害怕 暴龍士太猛了 好 看一下 現在阿茲特克人的生旅 的這個生物數量是兩個 原來沒有拿到那麼多 看有一些已經被 保佳利亞人這邊拿走了 好 這裡保佳利亞人補下了二級射 還有這個 三級農 喔 轉出了馬弓嗎 哇 果然還是要走馬弓 但如果走馬弓的話 阿茲特克也有這個直毛七戰毛兵可以反制喔 所以綜合面相來說 現在還是阿茲特克人的優勢喔 最好的辦法 我覺得可能要出個頭石車之類的吧 但是如果出頭石車的話 又會被森旅這裡 救贖思想給招降掉 而且現在是十二射程 血量又多 這個真的很難產 可能最好還是出馬弓吧 這個步兵數量有點噁心了 OK 趕快轉一下 工兵路線 彈道學工兵防禦點一下 待會還要點一下化學 但是現在資源量有點不太夠囉 好 暴龍師想要直接上來硬財軍情投司機 哇 有機會 貼到了這個位置 後面軍情投司機有機會拿得下嗎 來不下來 尷尬嘍 暴龍師直接壓得過來 血量很多 很難產 攻擊力又高 哇 75滴血的暴龍師 攻擊力12加8 20攻 太痛了 這個暴龍師 哇 結果軍情投司機最後沒有拿下來 自己三軍情投被打爆 但是城堡還是不錯的 擋住了暴龍師的鴨子 對方有點想要撤退了 因為這個再繼續打下去 龜子被城堡 射到殘血 OK 馬弓開始慢慢轉出來 喔 勝率直接被射掉 OK 射勝率其實蠻痛的喔 這個馬弓 OK 射掉射掉 那馬弓數量現在還是不夠多 天下化學 黃金上有點太吃緊了 雖然雙手劍兵黃金需求量很低喔 但是馬弓實在太貴了 黃金可能 有點極限欸 看起來是不太夠用 這個黃金 如果能把這塊黃金給奪回來的話 才有機會去打馬弓喔 不然他待會要面臨斷金的一個問題 好 馬弓開始輸出 好 被暴龍師敲到這個馬弓直接爆血 太難受了 OK 還是有機會擋下了 但是現在已經分成好幾隊在到處騷擾 保在獵人的領地 這波打得很好 阿茲特克人的又 又要贏了嗎 那順帶一條 阿茲特克人的勝率是非常高的 在不管什麼地圖來說 勝率都沒有到很差 經濟場可能還好吧 經濟場可能是A級文明吧 但我覺得 有時候玩起來他的經濟場也是S級文明 因為經濟實在太誇張了 好 來看一下這裡 射一下勝率 好 保佳利亞人 這邊工兵數量到了12隻 重裝馬弓可能沒辦法點下了 唉 這裡看起來很窮 沒什麼資源 好 這裡再補一棟城堡 要來直接秒殺保佳利亞人農田處了 OK 點下安協人戰術 完蛋囉 完蛋囉 步兵直接敲了過來 哇 這一波壓過來 不知道還能不能打 這感覺有點無解了 他現在沒有工程器械 黃金也不能投資工程器 不過現在要投資工程器的話 馬弓數量不夠 馬弓數量不夠 又打不贏對方的暴弓士 用雙手精兵打也打不贏對方的暴弓士 好尷尬 好尷尬 馬弓過來救一下 哇 馬弓只剩下這麼少量喔 七隻 這是分隊了嗎 對 分隊了 分到側翼去打擊後方村民 哇 成人中心直接被暴弓士給打爆了 雙手劍兵 當個肉盾 稍微反擊了回去 但是暴弓士 只要三棒就可以敲掉一隻雙手劍兵 扛不太住 真的扛不太住 打馬弓也是 尻個四下 就一隻馬弓 太痛了 五下了 只是四下 哈哈 哇 還是很痛啊 暴弓士的攻擊速度很快 直接暴打 沒了 這裡看起來是沒了 打出了 拒絕 OK 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的部分是 油 欸不是 這個柚 又黃金或者勝利喔 石頭也是 那寶宅利亞人喔 前期這個村民上優勢 食物跟木頭 基礎資源都是贏的 但是右這邊呢 控圖上有優勢喔 把這個 寶加利亞人的黃金喔 給控了下來 所以造成了這場喔 這個不可逆的一個逆轉 那阿茲特爾喔 前期真的是很窮 但他這個打法喔 真的太狠了 用這個森柳加槍兵喔 搭配這個傷害喔 後面的暴武士出來喔 完全不用轉弓兵喔 這個戰毛兵 完全不會有這個機會出來 只是用這個 單純戰術喔 然後再配上自己的森女喔 後面招響給壓力 順便克制對方的攻城器喔 確實打出了非常精彩的比賽 那我覺得這場 保加利亞人如果要取勝的話喔 可能 可能好像有點農過頭了吧 這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判斷 我覺得我的判斷不一定是對的喔 但 感覺3TC農上去喔 趕快出個馬攻開局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他一開始要打這個 雙手劍兵開局喔 最主要是要來防對方的 阿茲特克的老鷹爆喔 因為老鷹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是非常難檔的一個戰術 那打雙手劍兵的好 打長劍兵的好處 跟雙手劍兵的話 就是可以第一時間抵抗對方的老鷹喔 那如果先打馬攻開局的話 就會被老鷹給壓制住了 所以這個克制關係喔 這個VB 龍老師都已經想好了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阿茲特克的 右這邊還是想法略勝一籌 他已經擬定好了 對方打什麼我就轉什麼 對方如果打雙手劍兵 我就打暴龍士 配上這個雙手劍兵 配上這個自己的僧侶 然後再配上一些少量場強兵 防守下僧侶就可以了 策略上來說 是右這邊是已經都已經想好了 這也算是文明壓制吧 這也是為什麼阿茲特克人 在這個阿拉伯來說 勝率這麼高 文明這麼強勢的原因喔 就是他很多面向 都可以克制住對手的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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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